大家好,我是一心 今天有一个视频上了热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 这是发生在长沙的一个事件 说一个小伙子呢 因为吃的太多 被这个自助餐厅给拉黑了 然后这个小伙子就投诉这个商家 说他玩不起 我想先问一下大家 大家去吃过自助餐 也应该知道 自助餐一般门票都不会太便宜 有一个门槛 然后你进去以后呢 就是你吃多吃少都是这些钱了 对吧 那么我想问 如果大家你是这个餐厅老板 你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遇到一个特别能吃 有可能会把这个本 吃超了的这种客户 你会选择拒绝他 然后把他拉黑吗 那不是我想故意扩大化 这个世界的矛盾 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个老板开的是自助餐厅 他肯定是非常了解 这个自助餐厅的意思 就是一个客户买一个入场卷 然后进来以后呢随便吃 他肯定也有心理准备 进来的这个顾客里边 肯定有那么一个或两个呢 是大胃王 能够吃超这个食物的成本 但是他为什么还能够正常的 这个运营下去呢 主要还是靠大部分客户 都吃不够这个食物的这个成本 然后剩余的这个价值呢 作为他这个店里的 正常的运营的利润 我相信这些开自助餐厅的 老板们肯定都明白这个道理 对吧 但是如果因为一个顾客 食量超大 然后呢有可能会吃超几个人的 这个成本的话 那么他就选择把这个顾客 给他这个就是拒绝 或者把他拉黑的话 那典型就是在耍赖 这个有点像我们小时候 套圈的那个游戏 你这个就是 既然你设这个局 你是广大赢客 让所有的人都来参与 这个套圈的游戏 那么你就得有这个心情准备 大部分人都是套不中的 对不对 你是从这些人手里 你是赚了钱 但是如果有那么一个 或者两个 确实技术很高超的话 那你就得有这种 愿赌服输的这种心态 你得乖乖的把这个奖品 你给的人参与 套圈的这个人 对不对 如果你标明了这个游戏 只准那些技术差的 软柿子捏 然后你就想赚人家口袋里的钱 那你不想让这些技术高的人 然后来套圈的话 那你就先提前说明白 对吧 你这不是开的一个 让所有人都能参与的一个游戏 对不对 就像这个自主餐厅一样 如果你先说明了 你这个饭量如果大 你就不要来了 那我这里不欢迎 那人家就可能会连你这个门槛 连踏都踏不进去 你又想以这个自主餐厅的这种名义 招揽客户 对不对 你吃多少都行 你来吧 然后呢 又等着人家吃臭了以后呢 又拒绝人家 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啊 这是就是一种 对这个契约精神 极不敬畏的一种 叫什么 一种小家子气的一种心态 如果有这种心态的老板 我建议你啊 直接连开这个自主餐厅的这种 想法你都不要有啊 因为你根本就玩不起 这个事情往小了说呀 说这个老板呢 小家子气 对吧 但是往大了说呢 他是根本没有这种契约精神 也没有在市场经商的一个 愿赌服输的一个心态 我看了一下评论区 也有很多的网友呢 给这个老板站台 说这个老板啊 现在做生意 其实确实挺不容易 他有权利去拒绝这个客户 但是呢 这个老板却因为这一个行为 我认为啊 他这个店面 在当地 他这个业务 可以一直经营不好了 为什么 因为再有顾客 在进他的这个店门之前的时候 肯定会想啊 我这个饭量会不会抄呀 然后我进去以后 会不会也会被拒绝呀 肯定是有各种的个影 和各种的这种尴尬了 我相信他因为这一个事件呀 他并不是给这个店里 省了成本 他的确是给他的店呀 做了广告了 但是他这个店 以后也甭想开下去了 说这个老板啊 就是小家子气 目光短浅 小市民心态 其实我觉得啊 还真不为过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觉得 我要是开一家餐厅啊 遇到真正的一个大卫王的话 我有可能会请这个大卫王呢 给我店里面做宣传 做广告 然后呢 给他一些特殊的一些政策 你可以每个月 或一个星期 来我店里 做一次这种公益的一个宣传 然后呢 可以跟这些顾客呢 做很多的这个互动 而不是直接 把它拒之门外 你这一拒绝可好了 每天你减少了这个亏损 但是呢 却因为这一个顾客 给你这个宣传 你这个店 甭想开下去了 你前期做的那些投资呢 有可能全部都打了水漂 所以我们人啊 做任何事情啊 都不要光顾及这个眼前利益 其实你更应该从大局 或者从长远 去考虑一些 它这个全面的一些意义 切记 不要把目光呢 只放在当下 大家可以来发表一些想法 如果你是这个饭店的老板的话 你会怎么选 好 我们本期就说这么多 我是大自博的一心 喜欢我 不要忘了点关注